我們看這題目 社會下列泡物線標準式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焦點坐標是50 準線方式為x加5等於0 那我們根據椅子條件 我們做這個圖 焦點坐標是50 準線 這是x加5等於0 這是牽直線我們畫在這裡 那麼這時候過焦點的水平線 為這泡物線的對稱軸 那這y坐標為0 所以呢這是y等於0 那麼也就是x軸 這時候這準線與對稱軸的焦點 這坐標為-0 那麼這個點與焦點的終點 為這個泡物線的頂點 所以呢我們可以算出 這頂點坐標為00 那麼這時候焦點在頂點的右邊 所以呢這開口是向右 因此呢這方式的形式為 這是y平方 然後這等於正的 這是x 那這裡呢要填入4倍的焦距 那這裡呢焦距我們可以算出 這假設是c 那麼這等於5-0 這是5 所以呢4乘以5 這是20 我們這裡填入20 這個值 因此呢我們就求出 這泡物線的標準式為 y平方等於20x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頂點坐標是00 準線為y-2等於0 好 那麼頂點坐標是00 我們標示在這裡 好 那麼準線為y-2等於0 那麼也是y等於2 所以呢我們畫出 這個水平線 好 那麼這是y-2等於0 這時候 準線呢 是在頂點的上方 所以我們做泡物線 會是一個開口 向下的泡物線 好 那麼開口向下 頂點坐標 又是00 所以呢 這形式為 這是x平方 然後這等於負的 然後這裡是y 這裡呢我們要填入 4倍的焦距 好 那麼由頂點坐標是00 準線方式為y-2等於0 我們可以求出 這一段的距離呢 假設是c 那麼這是等於2 所以呢 這焦距 這c 就是等於2 因此呢 4乘以2是8 我們這裡要填入8 這個數 所以呢 我們就求出 這泡物線的方式為 x平方等於-8y 這個答案